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达医爆破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火 今天我们来说说哪些病是气出来的呢 生活中我们常听到别人打雀 气得我心脏病都发了 事实上情绪过激,情绪波动大 确实是心血管急症的导火线 一,血流动力学变化 情绪应激会导致胶管神经兴奋 体内耳茶跟胺泪物质分泌增加 血压上升,心率加快 心肌收缩力加强,使心肌耗痒增加 又会使灌脉周样硬化斑块破裂 发生心肌梗死或心源性猝死 且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强度越大 血液流变血改变越明显 心血管事件的出现概率越大 二,肿瘤 临床上90%以上的肿瘤患者 与情绪心理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精神创伤,不良情绪都可能成为患癌的线兆 三,消化系统疾病 有研究表明 当人的情绪长期处在压抑 及应激状态下时 会导致胶感神经兴奋 体内耳茶分安会大量增加 导致消化到粘膜组织缺血缺氧 从而出现粘膜的水肿和坏死 而且负面情绪可能诱发 机体免疫功能紊乱 增加幽门螺旋感觉 在消化内感染的几率 四,乳腺疾病 黄坚流传 退一步暖潮囊肿 忍一时乳腺增生的说法 这也从侧面反应情绪 与女性 与乳腺健康息息相关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女性的负面情绪 包括生气 焦虑 压抑 家庭矛盾 生活及工作压力大等 都会使女性更容易患上 乳腺增生和乳腺节节 好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关注我 或者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请不吝点赞